我們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所以換言之你根本不怕他告 很多事情 如果真的要在法庭說清楚的話 拜託你們告我們就可以到 法庭裡面去說清楚 大家不要在台下亂放話 我等著你來呢 來了以後我們跟法官講 看看法官覺得誰在那邊亂講話 但是麥麥哥 我們尤其是最近老在看這個要告那個 那個要告這個 我可以再講一句話嗎 現在雲美人一直沒有跟你結婚 是因為你要的擅養費 你要的泊坡的錢大概是有一億多 誰可以一下哪一億多的現金出來 我們講一個比較合理的談法 養兩個小孩子 我想說在台灣養一個小孩子 一個月五萬夠不夠 兩個十萬夠不夠 你不是說你什麼都不要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個月十萬的擅養費 然後這樣子可以離婚嗎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馬上丟掉 魚美人這個討厭的東西 如果他還不跟你離婚的話 我會像拖死狗一樣 就算拖死狗 我也把它拖到法院面前 跟你簽好字 離好婚 如果這樣子他還做不到的話 我也沒有做到的話 大家可以走在路上給我吐口水 結果我也回家問我媽說 一除以二 他兩個小孩 除以二 一個人五千萬 回家問我媽說 你養我一輩子有沒有花到五千萬 賣賣哥 我們看到那麼多的 所謂的說號稱 或是有的時候都按鈴了 或是什麼的 但是結果後來常常無疾而終 這個我們幾乎都可以做一個表出來的 有一些人說要告要告 後來又沒有告 是怎樣突然心軟了 或是覺悟說 大家不要扯口舌之快 不要扯是非這樣子嗎 其實我覺得我們演藝圈生態 自從這個臉書 社群網站發明了之後 自從微博風行之後 整個演藝圈生態就變了 因為你知道很多人就在臉書上 舒展自己的心情 加上媒體 他的採訪方式也變了 他反正採訪不到王菲 就看王菲的微博 然後採訪不到苗圃 就看苗圃的微博 然後就會自己去下註解 那當然就有各種狀況 包括了很多我們講 現在的所謂的名嘴 或者是一般的來賓 每個人如果公眾人物 他的微博 他的臉書是可以讓大家看到的 你有微博嗎 我完全不玩這個 因為我不需要粉絲 我也不需要別人知道我的狀況 我也不需要知道別人的狀況 我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出現之後 你就會讓有一些人 因為你不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有的人想打知名度 有的人想 反正我寫一個東西出來 媒體有興趣了 明言變一個頭條 這是一種打知名度的方式 因為你不知道每一個來賓 他的出發點 跟他想在這個業界裡面 佔據這個位置的用意 跟手腕是什麼 你不知道 就自己發新聞稿 自己丟梗給媒體 所以有了這個臉書 有了微博之後 這個東西就讓很多人 可以運用 可以運用 我這樣講好了 但我們不能確定 他要怎麼運用 或他運用的手腕是什麼 但畢竟他就是一條途徑了 至於說告或不告 其實我跟你講 觀眾看這種戲 坦白講 看老套了 如果有一個人他老是喊告 結果一個都沒告 他根本就不去告 而且你不覺得嗎 所謂這些名嘴 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也是被歸類在名嘴 但我一直說我只是來賓 你有告過人嗎 你有告過人嗎 我沒有 我都不來這個的 沒有都沒有 可是我看到 你不覺得說你們少來這套 真的 你不發覺嗎 每一次說假A女要告B女 B女要告C女 最後A B C女大和解了 坐在一起 又在上通告了 你在講誰 你在講誰 幹嘛 人生恭喜針對西洋 你小心得要被人家告 這個戲碼還不是一次 A女告B女 明天是B女告A女 後天是A女告C女 大家這一兩年看到很多次了吧 最後A B C女 是一起大和解上節目的 姐姐妳好 妹妹我愛妳 都是這樣子 我就禁不住一定要請問 所以我說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演藝圈 都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到不告 我覺得根本觀眾看到 觀眾看到最後就是 我跟你講觀眾有一句OS 我幫妳講好了 因為很多觀眾都跟我這樣講 炒新聞 上通告 都是這樣子 所以年姐是不是這樣算不算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不願意回答 我就說是她在炒新聞 你們不要陪她炒好不好 請問這集連續劇要演多久 我這個女配角 可以分到雞雞演 妳女配角已經快要變妳主角了 如果真的告下去 妳都變妳主角了 很多人 很多人包括一般的消費者 還有圈內的人 都認為 而且這個戰線 有一直被擴大的這個跡象 都完全沒有演嗎 演很大 是不是 演很大 我也有在演 她常演 她最常演 我看A女 B女私女 她不知道幾個A 我看A++++ 原來A最佳女主角是妳 可是年姐 如果你也知道說 人家會這樣想說 你們都在演 或者是炒新聞 博收視率 妳自己演得下去 我跟你講 其實有時候 是妳被推著演 不是妳要演 她剛剛那個ABC 其實在影射我 我心裡有事 可是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要被拱為大和解那一刻 其實我那天是不知道的 另外那個人也不知道 來現場發現說 我們那一天那個場子 要被弄成大和解 可是我們人都來了 我能講說我不要路走了嗎 妳不能嗎 不能啦 但是朋友側了 不好意思啦 那個大和解是中間有一個人 譬如說妳 就故意抓著我們兩個的手 來… 對 然後我們兩個是講 妳是誰啊 妳當我們之間的和事啦 我又出鏡了對不對 對 那天的畫面真的是這個樣子 其實腳底下在踢的 然後她說她抓這個人的手 這個人才不要跟她和解 為什麼抓來被和解了 那妳又是誰 妳憑什麼當和事佬咧 但是我話說回來 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場合 搞不好真的畫甘歌為玉博 沒有不好的 沒有不好 對啦 出現這種場合 所以大家才會說 言很大之前 我要告妳 我要告妳 然後姐妹很好 我可是來真的 我不是來假的 妳不會看到我大團結的 可是紀公律師請問一下 譬如說像James他要告 羅姐誹謗告得成嗎 譬如說羅姐剛剛其實他也 人事實地物他都沒有具名 然後他沒有講出內容 他就基本上你反省一下 你又要上台呈堂跟我對職 他這樣子的話告不告成 我剛剛問了羅姐說 整個過程 他到底真的跟媒體 發表了什麼言論 他說是沒有的 沒有具體的指摘某些事實 記者寫的時候是補風捉影 還自己自習杜撰 虛構的都還不清楚 所以James說要提告 就直接就說要告羅姐姐 有點太過草率 所以羅姐我們在報紙上 平面媒體上有看到一些的形容 看起來好像不是很乾淨 或是比較不堪一點的 那個不是從你嘴巴裡出來的嗎 很多都是記者自己捕風捉影的 有些記者甚至沒有訪問我 他們就也有消息可以寫了 訪都沒訪你啊 沒 所以這樣子要告誹謗 其實大概也就是說一說 告誹謗是告記者 不是告你那個當事人 那另外許盛梅小姐 還要提告一個人 要告王瑞麗小姐 第一妳出現了 她說什麼 妳是因為搶不到一個代言工作 所以才要對她人生攻擊 還拿出一個錄音檔來證明說 你看她就是要搶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段錄音檔 她跟我真的從來都不是朋友 奧梅還拿出職業精神 小錄音 這樣把爆料和王瑞麗互鬥的內幕 我跟你講這個人真的是瘋了 我跟你講他 你們女生吵架我男生幹嘛 我問你 你要去馬上接了嗎 那就是 純粹是節目 我節目需要就做代言 美食代言還是觀光代言 真的嗎 你為什麼不找我 我有做美食啊 那美食當然我OK啊 我OK啊 真的嗎 去北京 去等OK啊 本來就是 你不早講啊 我現在為什麼不帶我去 你為什麼走起 這個錄音檔我也會給檢察官 因為這個代言我只要沒有彈下來 這就是我的損失 而且妳說我脫賣肉的裝萌 妳說我是脫衣舞娘 妳一直破壞我的形象 無非就是為了搶這個 這次討論 我講笑的 先冷屁股嗎 妳以前不是說妳們曾經是好朋友嗎 第一句話從來就不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好朋友定在 就是我 如果你不認識人 你會隨便去摸她的那兩顆嗎 胸部 所以妳有去摸她的那兩顆手 是 因為那時候她跟我講的時候 我還蠻想知道她的柔軟度是什麼 因為我也不知道龍舞的柔軟度是什麼 不會啊 現在很多的 如果她現在算藝人的話 很多藝人說你來摸我鼻子 我絕對沒有龍山根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的 我沒有怎麼樣的 就是紅到說需要變成這樣子 大家都以她為話題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後台 大家都有合作過 像說麥大哥跟年姐應該都知道 我們都是有合作過 所以那時候她就想說她有去做 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 我說那做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來摸一下好不好 麥大哥沒有摸吧 沒有 他哪敢 不是 我是醫藥劑 沒有考醫藥 他們抱歉 我也摸過 你也摸了 所以你也從而來都不是她的朋友 摸過的都是朋友的 朋友應該不會摸吧 不過徐盛梅小姐 她說你是因為搶不到這個代言 如果從我一個外人 我剛剛看那個錄影帶的話 我還真的覺得聽起來像 你想要搶一個工作 我可以 我也去北京 我OK 不是嗎 對 事實上這個談話內容 我先講好 我也知道我的時間 我也知道我的地點 我還很記得是因為 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打個電話給我的經紀人 叫小郭先生 然後就跟她講 就是說我看到了這個 因為許勝美有在這個 他的FB上PO 因為我們朋友都會很關心 大家的動態 看她怎麼樣 我們都是很點點不講話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看她去馬來西亞 然後講了有美食的這樣代言 所以我才想說還不錯 我說打電話馬上在廁所的時候 打電話跟我們經紀人聊天說 你有旅遊線四條 有大陸的 北京 有新加坡 日本 馬來西亞 我還想說那不用了 馬來西亞有勝美 你就讓她去就好了 讓我也去一條 對 我說我會美食 我會寫美食你知道 然後我說我有寫旅遊 我說我有寫旅遊 我有當兩年的領隊 等一下 我打一下差 就是表示她公渡的 這一段錄音帶裡面 不是原文 不是 完全切了好多段 切好幾段 所以我怎麼聽不到其他 就是我在笑的聲音 對 我只Echo聲很大 是因為在廁所裡面 可是她有剪掉什麼重要的東西嗎 當然有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是我詢問我的經紀人 因為她說廠商我也不知道 我說這是我今天 我跟她合作六年的時間 我跟她做廣播 跟她做一些節目六年 那盛美豪 你這個經紀人也很糟糕 你跟她合作六年 她會給你錄音 我完全不知道 我真的完全 然後可以這樣子對你 對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所以這一段錄音錄出來 也是你自己看新聞才發現說 哇 我那天被錄音了 哇 還被剪了 這樣你才發現了 而且那個時候記者先打給我說 就是我們的聖女要去 要去山上去拜什麼燈 那她有跟我講 因為我只在高鐵上 那我就說拜什麼燈 然後她說跟我們代言有關 那記者直覺反映說 你最近跟誰聊過天 好 那就是一樣 我們的經紀人 所以我馬上打過去跟她講說 小郭 妳說我們的經紀人 表示妳跟許盛美小姐 共同一個經紀人 我跟許盛美共同的小郭 小郭先生 我說小郭 許盛美要公佈的那個錄音帶 是不是跟我們之前要談的那個 大陸馬來西亞官方代言那些有關 她說沒有啊 不會啊 怎麼可能 結果事情一爆發 我就傳簡訊給她說 我明明沒有這麼講 為什麼妳要這麼說 等一下 妳有問過她說 小郭 是妳自己要錄音的 還是盛美小姐叫妳幫我錄音的 沒有 我這個都還沒問 因為之後我完全找不到這個人了 因為她都用簡訊給我 妳都還沒有辦法 我跟她聯絡上 對 她全部用簡訊給我 到後來全部音訊全無 那小郭這段對話 我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在這個事情 沒有公佈啊 這個公佈之後你找她 對 我是一個專業的記者 我強調 我要有評有趣講一分話 你看我上面寫了 禮拜一的早上 星期的早上 然後已經寫了 明明沒有事情 妳為什麼要這麼說 然後她就說 什麼 怎麼了 我在上課 我就跟她講對話錄音說 沒有 我根本沒有搶她的節目通告 妳也有跟我講說 大陸 日本 北京這些事 那不是嗎 盛美拿我和妳的錄音來攻擊我 請問我究竟做了什麼事情 請問一下 我現在為什麼覺得有點錯亂 羅姐妳有沒有覺得很相似 在妳跟許盛美小姐的事情的時候 妳也是拚命狂傳簡訊給她 那時候我們看到 1234566通她也都不回 現在這個小郭也是一樣 這怎麼回事啊 對 那個可能同一家經濟公司 妳也是 可是這個記公律師我想請教一下 像剛剛許盛美小姐 首先她就不知道她被錄音了 然後錄音她自己在新聞上看到的時候 她發現她被剪接了好幾段 然後許盛美小姐 把她拿出來公諸於世 這當中有任何法律的問題嗎 我說要幹嘛 她說要改運 改運 我說改運 好 她不錯 現在很需要改運 一進去 然後我就說這是要幹嘛 因為那個女藝人的媽媽先進去 一進去我就看到 裡面的師傅拿起那個針 就把她媽臉上這樣 針插針的肉 針插針的臉 我說我們不是要改運嗎 怎麼這樣